歡迎光臨 放著 是 放著 幫忙搖一下 潘老師 不是 搖杯子 屁股要搖 搖杯子 看他有買錯 後遺症那麼多 我買對 我買對 最招的是他 這潘老師 潘老師的 放在第一個 好 還有一個潔嶺的 放在第四個 這腳怎麼衝 知道要用吐的嗎 是 市場需要這麼用力 潔嶺的 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水 原來水的 是 水 這個是水的 然後這個是 潘老師的 差不多 你看 可以嗎 不行 它還是有一點變 第三個很少 變得比較少 我的完全沒變好嗎 然後這一個 穩穩的是 變得非常厲害 對 是 完蛋了 浩嶺姐 我的沒有變 好可怕 教授浩然的OK嗎 浩然的幾乎沒有變 對 捷音的 捷音的變得也很厲害 你看這個 謝潔嶺 不要拿這個油給我吃了 對 可惡 我沒變錯 沒有變 教授裡面最爛的 到底是哪一個 就是那個 對 很爛 好奇 怎麼辦 這一個也波爛 這一個也波爛 這也波爛 為什麼呢 這個油 如果一旦氧化分解了之後 它就會有油酸 是 油酸實際上來講 就會融在水裡面 所以我們不必須 直接去檢查油 我們檢查跟油作用一起 之後的這個水 對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油酸已經是 非常高的這個量 你看它這個油酸 已經到達 太酸了 太酸了 非常非常非常酸 好可怕 那請問吃得會怎樣 那通常你吃進去之後 身體本身的 產生的這 氧化的這個自由肌 就會非常亮 容易辣 自由肌 是 好 那我們謝謝教授 謝謝 好 第一位的問題 已經處理完了 接下來我們還有 第二位控訴者 就是我們的辣媽浩然 沒錯 我要控訴就是 恐怖毒魚有K他命 難怪我越吃越笨 可是 原本我是聰明的 浩然 可是我真的想講句公道話 你確定你笨是因為吃魚嗎 而且講話還變慢了 我以前真的是聰明的 誰可以證明 就是因為 老公嗎 老公可以證明嗎 老公 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吳教授有教我們 有跟我們說 少吃紅肉 對 他說肉吃多了不好 要多吃魚 沒錯 我聽到吳教授講完之後 就把我家冰箱的所有肉 通通丟了 三餐都是魚 然後開始去屏東去捕魚 直接下海捕魚 然後每餐都是魚 對 所以你知道現在的魚 也有很多種挑選方法 挑錯也不行 對 但吳教授那時候就說 吃魚好嘛 對不對 他有教妳要怎麼挑嗎 因為吳教授你知道 他有時候心也很小 他不會講太多 要挑什麼魚 他到現在還不告訴我們 他家裡吃什麼油 吃什麼油 所以我們就聽到說 魚對不對 那吳教授說 就按照巴掌 然後到菜市場一隻比 然後是巴掌的 我就買回家 可是他那個大條 切成一個巴掌大的 沒有...就整條魚 有看到頭跟尾巴 然後是巴掌 頭跟尾巴是巴掌 那窗魚大一點 所以老闆那個尾巴太大 對 我跟你講 我沒吃魚的時候呢 我還記得接小孩 對 吃完巴掌魚之後 小孩上學都忘了接 那真的很嚴重 那真的很嚴重 而且你知道現在魚有 黑他命 全家吃完魚 晚上一直在跳舞 為什麼 好客氣 想說怎麼搞的 每天一吃完 那全家開 當然有證據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是吳教授的輸入 觀眾朋友 你有這本說話 趕快翻開到一百二十一頁 上面寫著 魚類的營養價值非常的豐富 還有大量的蛋白質 因此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可以選擇屬於食物鏈中層 且整條不切片的魚種食用 例如沙丁魚就很不錯 完蛋了 這個真的有白紙黑字寫下來 對 教授 你真的對不起你的粉絲 你看看 是 不過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第二個呈堂證供 對吧 連骨頭都沒了 巴掌 還故意把手撐到 巴掌 而且我因為聽到吳教授說 吃魚好 你看我吃到多乾淨 好乾淨 超乾淨的 結果吃得這麼乾淨 就是忘記接女兒 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剛剛看皓然她帶來的一個證物 真的吃得很乾淨 也可能是因為吃得太乾淨 所以真的慢慢的忘了接女兒 對 那為什麼這個魚裡面 它會含有毒素呢 其實這個魚 我們之前我們台灣有很多大學 都有一種海洋環境之間研究所 他們都有長期監控我們的河水 還有海水 是 其實他們這一陣子發現 這個海水裡面去化驗了 它竟然有十三種所謂的藥物 海水 對 包含浩然講的 甚至有 還有 難怪我老公最近出來那邊 一直這樣 所以還包含一些抗生素 對 我們之前大安西抽測 抗生素的殘留量 竟然比歐盟超過 七千倍 對 這個是有他們檢驗的 好可怕喔 那當然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就很納悶 當然原因可能就是 可能我們現在 我們很多人藥物亂丟 對 甚至我們一般講 就是種類的這種非法藥物有沒有 這些毒品可能有時候 被查棄的時候 就直接丟到海裡丟包 或者是丟馬桶 對 因為怕被抓證據 所以包含我們自己有時候 民眾吃的藥物沒有吃完的喔 像很多人家裡 一定有很多沒有吃完的藥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處理 一定丟掉啊 就是要拿回去 回收啦 沒有 一般來講幾乎都是 丟垃垃圾桶就丟掉了 對 有人直接丟垃垃圾桶 或有的人真的會沖馬桶 是 有些那種藥水類的 所以全部都我們的污水系統 還不是這麼完善 全部都到河裡面 真的 所以又吃回到我們自己身體 到河又到近海嘛 所以近海養殖漁業啊 近海這些東西 都會受到一點污染 其實想起來 它的邏輯也是滿合理的 其實都是就是環環相扣 對 食物鏈會跑回來 所以比較容易殘留在近海的 一些養殖漁業裡面 對 所以從食物鏈裡面 就看出了因果 而且你看近海的 就有這些藥物 遠海的有輻射 對不對 不曉得要怎麼吃好 那請問一下教授 浩蘭她的指控應該很有道理 人證 物證 統統有的 你怎麼解釋 其實她唸那個書 可能沒有唸完 你的意思她是有唸一百二十一頁 如果去看看一百四十七頁 一百四十七頁 一百四十七頁 一百四十七頁有明顯的跟大家講 是 我們現在市面上在販售的任何東西 即便是有標章的 號稱有機的等等之類的 你其實自己都要再做一個評估 不見得完全是值得相信 對 剛剛明友有講的 那個魚實質上來講 我們台灣除了這個污染 從各個排放口出去 河川出去了之後 我們很多醫療廢棄物其實集中收集 是委託給很大型的這種業界 去做後續的處理 但是也發現有這種大型的業界 它並沒有好好去做處理 它就把它往海裡面去丟了 丟了之後 就造成我們沿海的這個海域 很嚴重的污染 那這些東西污染物 當然會累積在我們這些 生物的這個魚體上面 所以如果是近海所養的這個魚 如果大家要去買的時候 我勸大家還是避免 買那個巴掌大的這個是正確的 像我自己比較吃的就是像是 這個沙丁魚 秋刀魚 五仔魚 琴魚 以及竹甲魚之類的 小小的這些魚 但是你不要買那個近海來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表 吳教授愛吃跟吳教授不吃的 對啊 他不吃鯊魚 鯨魚 是不是要挑食啊 沒有 我們吃魚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當然是蛋白質來源 但是蛋白質來源 要乾淨 要乾淨 另外一個就是魚裡面的這個油 剛剛我們在講油 魚的這個油實際上來講 因為魚的體溫 比我們身體低 那那種油呢 進到我們身體 因為我們體溫高 所以在我們身體裡面 自然容易循環 對我們身體當然有好處的 所以從蛋白質的角度來講 還是吃油的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吃魚都是 比要吃路上的東西要來的好的 對 還是應該想辦法去吃魚 但要真正挑到好魚才行 但是還要回應一下 剛剛浩然那條魚 吃光的 那條魚 那吃這麼乾淨這樣對嗎 其實魚 它的這個 魚頭 魚皮 內臟等等 相關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不要吃 對不對 甚至也不要給我們的這個 不要吃 魚皮不要吃 魚肌的脆脆的不是很好吃 魚皮膠原蛋白耶 沒有 那個也是 那個 脂肪的累積量也很大 那這個東西其實 也不要給我們的這個寵物去吃 嚴格來講 有很多人 連寵物都不能吃 可是你愛漂亮就是要吃魚皮 龍膽石斑的那個魚皮這麼厚 對 你要非常肯定 那個魚是完全沒有污染的這個情況 甚至那個魚呢 比如說那個魚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很好的養殖魚 它實際上可以外銷到很多國家 包括日本等等之類的 對 檢驗非常嚴格的 如果是那種魚的話 那魚皮應該是還可以接受 那我有問題要問 其中有一個我常常買叫做秋刀魚 秋刀魚 可是秋刀魚我覺得還好 就是它烘煮很方便 可是我有一個罩門 就裡面的那個 紅紅那個內臟 我覺得很噁心 可是很多人是說 那個才是重點 就要吃那個 那我現在問說 那個到底可以吃嗎 不要 反正魚的內臟 像魚頭魚皮 魚肚子 魚內臟 就在那邊 可是人家說吃那個 就是要吃魚內臟 就是秋刀魚 像香魚也是這樣 那我要問 那香魚像裡面 全部滿滿是蛋 所以蛋要弄掉 那蛋怎麼弄掉 蛋弄掉就剩皮了耶 不會啊 香魚怎麼弄掉 香魚 香魚不是要吃用紋的 就夠香魚 香魚的蛋也是 基本上也是蛋白質的來源 對 也是蛋白質的來源 它裡面也有脂肪的 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那個香魚 它是屬於安全的 這種香魚的時候 確實經過 比如說類似檢驗 或是類似人家養殖過程當中 都掌握得很清楚的時候 那種香魚基本上就是裡面的蛋 也還是OK的 是 我們擔心的是說 像是腸子 像是它的這個胃 或者是像是魚的這個腮 等等之類的 教授 可是魚頭 很多名菜都是砂鍋魚頭 砂鍋魚頭也不會 對 那也是要看是什麼樣的魚 要看種類 對… 如果說你唯一一個月 也許一次 兩個月一次 你要打打牙劑 那個還勉強OK 你身體的狀況很好 還可以OK 但是你如果說 比如說你一個禮拜都吃一次 這個其實都會過量的 都會過量 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剛剛教授講的 就一定要吃對魚 對 聽說有人吃錯了魚 而發生中毒的案件 對 什麼 胡教授的獨家採買順地 連外國人都瘋狂 我買菜的地方還滿神秘 滿秘密的 那個地方即便是在我們 這個北部地區 對 你也很難找到 蛤 而且 在哪裡 講完以後 我每天要從宜蘭開來買菜 對